他交了 交給那個換衣服的 他打開然後換衣服 就從上面拿一袋先走 身穿黃色衣服的男子 就是違法收賄的白手套 只見他熟練的 拿走殯葬業者手上的千元大鈔 把錢夾帶在收據或毛巾裡 平等市立殯儀館遭到檢舉 公園涉嫌向殯葬業者 收取千元紅包 警方埋伏跟肩 當場任章拒貨 把一千元夾藏在單據裡面 或者是用毛巾掩藏的方式 先繳交給白手套 再由白手套 跟這些公務員來進行彭分 行賄管方人員 為的就是要加速火化作業 能夠順利完成 這些不法公務人員 每次向業者 收取一到三千元不等的紅包 若是不繳 還可能因此遭到刁難 想要選擇即時火化 甚至還要加碼兩到三千元 檢舉調查 從民國97年開始 收賄的公務員 每個月平均都能收到三十萬元 累計不法所得高達兩千五百萬 等於平均每位公務人員 一個月還能多領六到八萬塊錢 沒有啦 該知道人家的生意啦 要給人家是應該的啊 跟我們生人的祖先 祖先的骨骼好 這是紅藝術 這是我們是一個搭桑 對於紅包文化 民眾多抱持平常心的態度 說只是收個錢討個激勵 但檢方考慮 這筆錢最後還是可能會轉嫁到商家身上 讓商家不僅得面對親人臨時的痛 還要再被趁機多疤一層皮 如此賺錢的手法實在非常惡劣 記者張春華林正彥 高雄屏東綜合報導 總統 請登陸